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是正常的嘛 都正常的 那一岁之后开始抖 眼睛到现在她就是 手没有办法控制她的人 就是比如说想开起来 或想放下来 或是你看她这个头 就是很用力 没有办法控制 说我要好好的走路 或是什么 都没办法 连头好像这些都没有力气 她是有力气 但是她不会控制 她不会说好好的 把头补住这样 要 那 比如说吃 都正常 但她嘴巴也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 比如叫爸爸妈妈会 但是其他也不是 要讲闭嘴的声音 就没有办法 那你们发现这样 就开始找医生了吗 对 去都找西医是吗 找西医也是有找过 找过西医还有什么 中医 中医有吗 中医是没有 那西医是怎么讲 就是说基因突变这样 他只有说基因突变 他只有说基因突变 对来说基因的缺陷这样 没有其他理由 就是 只有这个 对然后 每一家都这么说吗 就是对 其家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两家都说她基因突变 对啊 但是她自立应该是没有问题 任人或是 沟通 对沟通 她要不要 或是喜不喜欢 都OK 对 就是影响她的动作 对就是影响到她的动作 她做没有办法做得很稳定 她没有办法 她这个 就是没有办法稳定 对啦 如果是这样 其实 我看她有一点类似像 眉睫式综合症 西医他们自己说的 你还记得有一个马来西亚 最后不大自主中 那 这个都没关系 那个都是病 或是怎么样 那遇到像这种情况 我觉得以原始点来处理 应该是可以的 但她这么小 就是家长要学 学怎么样 随时抱着的时候 随时就帮她按推 你还记得那个还有 那个 马来西亚 我以前放的影片 还有一个小妹妹 盛总流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就是帮她按 然后 然后慢慢 就是跟她学 发现她自立也没有问题 就好像弟弟这样 其实自立也没有 但这些不自主的 或是发抖的 或是 都可以确定一点 是的 很重 对 还有体伤 体伤才会有些表现 比较僵硬 或是头 比较不自主 这些都应该可以确定 是体伤 凡找得到的都是果 因是找不到 所以她说一个切线 切线就是果 每个人都有基因 基因应该是正常 它不正常是果 那为什么会造成基因的不正常 切线 那又要往前追 那往前追 在原始点的理论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它一定有体伤 那体伤 比如说体伤 比如表现在孩子 可能头部 那头部有问题 那就是头部要安静 然后再来 她还有身体 这些还有走路 这些 我看她扶着那些影片 好像都不是很稳 没有梦 都会一直要收 就是看她这个夹 这个都僵硬 对 这个很僵硬 那很明显 这个已经算是没有力了 那体伤也蛮严重 那这个都是长起来的 体伤严重跟热能不足 我们说所有疾病间 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个不用管 像这种都可以改善 像这种都可以开始 就是在她远动 因为慢慢帮她按 因为小孩子很好按 她只要懂 然后甚至这样按摩一下 然后我们最主要是搭排观 然后脊椎两次 其他就是轻轻敷 你们在倒的时候都可以做 然后也可以温敷 然后最重要一点 就是要让孩子动 就是随时让她动 因为要不然她会越来越僵硬 你把她想成像 Puckinson一样 Puckinson会抖 也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她也是头部 她已经影响到四肢 那你头部一定要解决 其实就这样 这样很轻啊 让她慢慢适应你的力量 比如这个 这个也是 很轻的按 你不要把她当做大人 但是位置要懂 你常常这样帮她被动的按 然后再鼓励她主动的走 她就会恢复 你越不动 因为照你说 如果她一岁以前都是正常 对 完全正常 那她一岁以后 那代表她什么 你说她一岁以前都正常 那一岁以前就基因是正常 那为什么又说一岁以后 才基因缺陷 这是她一岁的照片 哦 这样就更确定了 基因缺陷 我认为不大的情理 如果基因缺陷 你们生下来就基因缺陷 为什么一岁以前 她可以这样 那一岁以后她才说基因缺陷 这不可能啊 一定是里面有问题 西医因为找不到 就用一些比较 我说的很专业的名称 让你们完全无可 听一听乌煞煞 基因是什么 也找不到原因 好像一辈子就要这样 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一看就知道 不是这些的问题 还是回归到原始点 我们说的体伤跟热能不熟 像比她严重的孩子 我们都遇过 我刚刚举的就是一个 肾肿瘤的小孩子 她也是啊 西医很小就准备要把她割肾 要怎么样化疗啊 然后又说她走路啊 什么行动都比较 然后也比较听不懂人的话 说她要带助听器啊 种种 结果她就是用原始点 把她体伤慢慢按开温敷 她现在发育跟一些正常的孩子 已经慢慢跟上了 所以也没有这个问题 我刚刚讲的 譬如Pakkinson也好 或是她 眉睫式综合状也好 他们都有一些肌肉 或是怎么样 不自主的 或是不能控制的 譬如Pakkinson她手足无导症 也是 那这些我说的西医 会偏很多名相 也许说她是基因缺陷也好 也许说她以后是Pakkinson也好 也许说她这些东西必有 重点不在这些 这些都表现出 孩子已经体伤跟热能不足很严重 那热能不足严重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从小就要让她慢慢去 去尝试比较温热 你一定要开始尝试帮她筛解 譬如水果啊 这些果汁啊 不能打给她吃啊 从这里下手 我认为以她我评估 还有世界各地的案例 她不难处理 西医全部含两 然后她开始抖 你说的这一个现象很重要 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 啊衣服穿少 身体会什么 抖 抖嘛 抖就是身体热能不足吧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真相 Pakkinson也是热能不足嘛 才会抖嘛 她刚开始抖已经是确定热能不足 只是你们不知道一直找西医 西医所有药全部是寒凉 寒凉越来越没有动力啊 然后肌肉就僵硬啊 慢慢开始就没有力了 维他命都不能吃啊 综合维他命或是什么 全部寒凉 她已经寒了 你又给他西医的寒凉 我告诉你 西医他们缺少的一个观念 就是没有寒热概念 他们只有成分概念 这个孩子 金怎么样 或是他缺少什么营养素 缺少什么 事实上那个都用成分 其实这些成分的 所有西医提供全部寒凉 嗯 那你了解 所以你们会越走越远 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 啊你们也经过一年 也走不出来 那唯一一点 其实他就是很简单 主伤跟乐人不同 这么小的需要让他硬动 一定要动 你已经到这么严重 你光轻轻的按推是不能解释 然后还有饮食控 把它管控之后 他就会恢复比较快 但是因为已经伤了 所以他的肌肉要跟以前一样 一岁以前一样 他必须要让他开始训练动 就好像我们说的附件 这样你就很清楚 如果越不动 他这个越会僵硬 你光靠按推是没有用的 按推只是辅助 你要教他 就是我们的开关上 因为孩子这些都很好按 然后头部也很好按 他一定要加强 那加强之后 体伤因为有在按 他体伤就不会严重 然后因为有按 然后又有热源进去 然后再加上外热源内热源 这些控制 那他就不在意继续恶化 要不然他这个孩子 如果不适当的处理 没有把它改 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 他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我认为还很好处理 但是要很有耐心 那这样处理体伤跟外热源 内热源 然后饮食方面 这部分你要告诉他 然后他们要看书 有 有时间一定要 有 还有有时间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看懂了 你们不会方便 然后有一条很明确的路 也不会花时间在跑医院 因为西医对基因缺陷 他们没有药 他应该是属于重病 因为有一些不大人自主 然后还有发抖过 这个热能不足 这个只要有一项都算重病 你们也知道 重病的处理 我说的重病就是比较严重 但严重还不至于会有危急生命 这个没有 重病还有分 显向你现命危 那我认为他只是一个重病 一般的重病 这样到那么危险 那所以虽然比轻重症还要严重 但我认为只要用好得到 他可以慢慢回忆 绝对没问题 他头那个嘴巴你说的 胃好像你看歪一边 其实很明显就是头部体伤 口眼关血 这个一定要赶快按 这个类似像中风口眼关血 然后头部有问题 那四肢才会有问题 对不对 中风也是都四肢 所以他完全符合 不用红豆袋 为什么我说 小孩子他身体还比较柔弱 不要被重 我认为不要被重 所以涂姜粉 是最有算的 开始也融没关系 但是就是先一遍 试试看 不要说涂三遍 看看他能接受 如果实际上他太烫了 再马上把它清洗掉 也没关系 按小孩子不用再整齐刷 也不需要 他只要懂得位置 你们知道要怎么按 对对对 然后要顶进去 然后他这里一定很痛 我敢保证 这里 耳后这里 这样慢慢你们按 他由清而重 油浅入身慢慢揉进去 他到眼神一定很痛 因为他已经口眼关血了 所以那个 只要这个头部按一按 然后还有整骨按一按 他慢慢会回归 这些都会正常 我认为几个月可能 就会有一些变化 只要你照我的话做 西药全部不能吃 还有你以前西医 告诉你的一些观念 什么维他命ABCD 你一定要听 因为那个方向一定是错的 内服很简单 就是用生 小孩子生 用红生 红生 以红生为主 如果他愿意喝姜更 如果加一点点姜 对因为姜 现在我们这个都是有机的 比外面好 有机来涂 然后又有用有机吃 肯定是最好的 我们一直不想到 这个孩子 我看到的 因为我现在在看的是 我全球啦 世界各地 比较严重的案例 常常都会跑到我身边 因为他们一定会问原始 所以这些案例 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 他类似世界各地的哪一种案例 我也不要再用西医说什么名称 检查出来都是 不是疾病之音 所以他们讲音 我都认为是老不理应 你们好好看我决定你拽子 所以那些检查对你们一点意义也没有 因为基因你们怎么处理 基因缺陷你们有无招 就是他告诉你的等于有告诉跟没告诉 不是一样吗 而且会让你们更恐慌呢 因为他说基因缺陷 接下来你们无招 然后只能养那西医 西医也无招 问题是出在这里 如果你们听懂 我今天跟你们解说 你们不会议 为什么 因为他一阵以前也是正常的 那时候为什么基因没有缺陷 为什么一岁之后才缺陷 这逻辑就不通了 你们认真想就知道 这个就是西医找不到音 就随便跟你们讲一个音 好 那这个是不是音 切线本身是一个什么 从正常到切线 那很显然它是一个现象的变化 那这个现象的变化是果 真正的音是看不到 所以绝对不是音 他慢慢你们帮他按 刚开始不要太大音 他会以为他玩 跟他玩他不会排斥 然后慢慢按久了 他就可以忍受你们慢慢力量进去 不要一下子太猛 我最怕你们把孩子搞得太痛 以后他看到你们出手 他就怕 绝对不能让他怕 他好像跟他在游戏 你要总的怎么样来跟他互动 然后平常譬如父亲也是教他走路啊 好像游戏这样 让他也蛮喜欢的 那他这里慢慢断念 他整个四肢就会慢慢进去 不能 但是你这个很细的你看 这个看起来都很僵硬 有点萎缩的感觉 对 他以后 对已经 然后你看这个都很僵硬 然后慢慢不要挤 因为现在已经不能挤了 因为已经时间也有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很明显 看起来你看 这个都蛮 比较有点硬度 那我现在这些力量都一定要 他能接受 我陪我在做你看 我的手一定很轻巧 好像我在跟他游戏 他也不觉得我在做附件 他一定能接受 这样慢慢的四肢 他就可以慢慢恢复起来 这些僵硬的地方 我慢慢帮他这样按推 他也能接受 等到我 我如果要把他弄深一点 我才慢慢 但是这是后部 就是你一定要先让他适应 然后再人生 要不然孩子时 我怕到以后跟你对抗 你以后一按他就紧奔 你很难按 所以不要挤 先不要挤 你只要照我的方式 刚刚讲的 饮食什么控制 这些他都有听 然后慢慢改善 然后按推 想到就随时按推 因为你是很轻的 抱着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帮他脊椎两侧 或是哪里 或是脖子 枕骨 一直按 他慢慢几箱就摆上 然后有 就涂浆粉 那这样热源随时进去 然后他再动就会发热 然后那些屁股都可以稍微 但一开始不要全身堵 我怕他受不了 先选脊部 比如说头部 头部 或是屁股先 假设 将来就是 对部 不要全部涂 如果到最后确定他都能接受 也在前身堵 一定都是由局部到全部 然后按推一定是由心 慢慢让他适应才中 涂一定是刚开始一次薄薄 慢慢他也适应 就可以一次变涂两次 第一一遍就可以涂两次也没关系 涂的时候要懂 慢慢有用一点力道 像按摩这样 又有按摩又有热源 这样进去他会很舒服 整个筋就会鬆 这个孩子 在一岁前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 也就是可以走路什么都OK的 那一岁以后听家属讲就是 有一次好像身体发抖 那发抖之后就开始全身僵硬了 然后慢慢就不大人走了 然后肌肉甚至还有一点点萎缩 那他去找西医也找了一年 西医给他的病名就是基因缺陷 那当然原始点知道这是果而非因 那因一定是体相及热能不足 所以这中间所有的解说 因为患者家属 也已经不知道下面 应该怎么来帮他孩子 所以在很绝望下才知道 因为刚好他志工 刚好跟他们是亲戚 就赶快叫他来基金会 那我就帮他解说 那让他们知道 原始点还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 我也很有信心 我说这个孩子应该如果处理得当 应该全身性的 像他现在嘴巴都会歪一边 然后脖子都会往后仰 那四肢都会好像很僵硬 然后用力 这些都可以改善 那我也叫他们涂姜粉 不过在基金会涂的时候 发现孩子还是不大人适应 那不大人适应最后是建议用姜汤 那姜汤当然也有分熔姜汤跟淡姜汤 如果溶姜汤他也不能接受 我也就是建议他们先用淡姜汤也可以 不一定是说一定要用涂姜粉泥 因为孩子觉得热 体伤再还没有解开 然后他又觉得热 应用对孩子也会产生排斥 所以就是帮他这些原始点方法 帮他讲解 那家属也就比较心安 那我相信这一个患者将来 基金会应该还会再追踪 如果有后续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 我今天就补充到这里